薄熙来案在连审五天周末连轴运转之后 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在山东济南落下了帷幕 然而博案所拉开的遮盖权力交易和金钱的帷幕呢 却刚刚的升起 而审判薄熙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司法公正和道德人性究竟是否存在推动作用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这些议题 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 港史系的张同心教授 张教授您好 第二位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何先生要稍后才能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中来 第三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韩博士您好欢迎您 谢谢 韩博士您好 那么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导演中也说了 就是薄熙来案件的就薄熙来受审 这个事情呢对中国的像是这个政治体制呀 还有这个司法的建设以及这个人性道德方面呢 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推动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它首先会在党内形成一个分野 党内会出现很多重大的分歧 尤其在形态方面 本来这是一个偶发的刑事案件 但是这个偶发的刑事案件呢 掩盖了一个政治路线的斗争 那么中共是关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 把这个路线斗争的技术化 这个是非常一个典型的这个案子 但是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个事件本身 反映了中国官场 现代中国官场怪现状的那么一个真实写照 那么可能是整个的官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在这个程度来讲呢 对中国道德层面的建设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意义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的所谓人质和法治 这个还有很长时间的一个脚量 那意识形态方面到底是走 还是走老路还是走斜路这个问题 还是走所谓的这个中间路线 那么还是没一个结论的那么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可能现在谈论它的意义 可能是维持还比较早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好谢谢韩先生 那我想因为张中兴教授 他现在也在这个我们电话线上 那么张校长您好 您好 对能听见啊 那么同样的问题 刚才我们问了这个韩博士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现在想请问您 就是对于薄熙来案的这次的这个 对薄熙来的这审判呢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呀 还有司法建设 以及呢 这个道德人性这方面 究竟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推动作用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观察啊 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 也有不同的评论 很好 我也听到一些外国评论员的一些报道 刚才这位先生也谈了他的看法 我认为啊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拿老眼光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 就以薄熙来这个案子来看呢 我认为应该从他的全过程看 薄熙来这个案子审判过程当中能够看出来的呃 中国的在法治建设中的进步 首先薄熙来被这个这个检查机关呃 检查以后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 研究啊 对他进行这个对他进行这个侦讯 然后才决定有必要对他提出公诉 这样才提交得到法院 提交法院的时候呢 这个法院呢 也没有马上就进行审判 而且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查证材料 看看这个公诉机关 他所提出的证据 是不是能够构成 审判的程度 那么这些工作都做完了 法院又公开的宣布 我在哪一天开始审判 而且呢 在审判的公这个公事中 没有说薄熙来犯了什么罪 只是检调机关给他定了三项罪 就是也告他的 他也属于原告吧 要公诉人吧 那么在审判的过程 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控辩双方 有着充分的辩论的自由 所以我看到啊 这个美国有的记者说呀 这个薄熙来的申变呢 好像给这个公诉方案 比较起来是很差的 这种看法是一种他个人的看法 这是不公正的 我看是不公正的一种评论 没有问题我们会继续考虑 国际来的充分的宣诉 这是各个国家的法院 是通立 然后张教授 在这次审判当中也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这次审判 充分反映了 中国现在的法庭审判 是这个提现了 亲礼 心结合的 好好 谢谢张教授 那韩博士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观 有没有看这个庭审的很多照片 或者或者那个录像 我们看到这个庭审上的两个法警 带着同样的一个警号 一个警徽 那这两个法警呢 而且呢是比薄熙来还高 那我们知道薄熙来 大概是一米八几的个 一米八几 对 所以那要比他高 大概是要一米一米八五以上 或者一米九 那一米九啊 看那个样子 其中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法警呢 还被人肉搜索出来 说是山东某篮球队的 原来的一个队员 叫龚小斌 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是明显的 这是中国政府 一贯喜欢使用的小伎俩 那么他就是要 一方面显示自己 对这个自己的法律制度 没有自信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一贯想用这种 一种小伎俩呢 来对被告 作为一个心理上的威慑 说你看在我们这个 强大的专政 这个制度下边 你必须要怕我们 你必须要认罪扶法 要低头 对 他本身就是一个 有罪推定的那么一个过程 过去在斯邦审判的时候 最明显 就是说 法官呢 就是说 江青 你是被告 你要怕我们 这样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怕我们 他首先是一个 有罪推定的那么一个 一个制度 那就是说 先定 薄熙兰已经有罪了 你必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边 认罪扶法 你才有出路 我们才能谈 坦白充宽地处理你 但是这个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对的 应该在一个 审判过程中间 找到真相 根据法律来定罪 那么前面这个 江教授提到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进步 我也看到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些进步 比如说 审判长在这次审判中间 很公正 就没有 过多的打断 被告人辩护人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些 微博 这些处理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 进步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是 跟过去审判 深邦来比较 我觉得在司法制度上 并没有很大的 实质性突破 为什么呢 深邦审判的时候 出席者 差不多900多人 现在这次 只有八九十个人 记者 当时中外记者很多 然后呢 也是电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当时还记得很清楚 都是万人空向的 去在电视上面 去看 观看 法庭提交的这个 这个证据 很多这个罪行事实 都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这次的直播 是过例的直播 是通过一些 微博呀 有控制 有序的往外传送 这个信息 而不是电视直播 另外呢 这个辩护人 也不是说是 直接的来进行辩护 都是敲 敲鞭骨而已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 出席的人数有限 法庭的这个 给的信息有限 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个 前面他提到的 这个调查问题 张教授提到调查问题 就是共产党 把这个 双规 用家法 代替国法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先不管怎么样 不管三戒儿息 先把你东西 双规 在中纪委下面 进行审判 进行这个 多次的审判 像薄熙来 自己据纽约时报报导 是被审判了几百次 昏死过去27次 这样的高压下边 即使不对他动袭 不对他进行酷袭 那么在现代的 这个刑讯手段上面 也会是种 逼供的方法 你属于不文明的 这么一个方式 对对对 结果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他 所提供的证据 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 好的 谢谢韩先生 那么好像 信息 何亮亮先生 已经在线上了 好的 何亮亮先生您好 何先生您好 能听见吗 能听见 好的 那么首先呢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讲到薄熙来 这个事件的 这个重庆 因为它是 这个广泛的 也在媒体在炒作 就是关于这个 重庆打黑 以及黑打 这么一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关于重庆的 这个打黑 用黑打的方式去打黑 在这一次的 这个证据里面 有没有体现出来呢 没有体现出来 这次中国啊 在这个济南中级法院 审讯薄熙来案呢 它不是一个政治审判 所谓一个不是 不是政治审判 就是说薄熙来 其实是一个政治野心家 但是政治野心家 是无法用法律来审判的 刚才有一个先生提到了 这个1980年的 这个审判四人帮 跟这次 这个其实很不一样 审判四人帮是政治审判 但这次薄熙来案呢 它官方把它非常明确的 就定为它三项罪名 就是贪污受贿 还有就是那个滥用职权 那么这三个 除了滥用职权 其实是跟打黑 有点关系的 因为涉及到王立军 前往美国总领事馆 这个事件 那么其他的这个 两个案件呢 就不是 完全不是政治案件 就换句话说 他们是用这个刑事 这个刑事案 这个方式来这个 审讯薄熙来的 所以就这点来看的话 在长达五天的这个时间啊 而且也给了被告 薄熙来充分的这个 辩护 和为自己辩护的 这样这个时间 其中基本上 薄熙来也提到了一两次 但是基本上呢 这个重庆的这个黑打 就不是这一次审讯的 这个重要的内容 他只是在 薄熙来 只是提到过一两次而已 那么其实呢 以薄熙来本人的这个身份啊 因为他现在是 接下之求 他从这次的这个审讯呢 看到了中国法治 是有进步的 至少我们看过去 从来没有过啊 平民老百姓 都不用说了 更不用说这个高官的 这个审判 能够在五天的 这个审讯里面 长达十几万字的 这个停 就是这个停讯的 这个实录的 全部公布了 这个从来没有 这个可以说让 中国法律界的这个人 是都吃了一惊 而且普遍 他们也都是 基于好评的 那么而且呢 这个程序正义 基本上是得以实现的 就是这个公证人 就公证人提出 他们的这个证据 那么这个法官啊 这个法官这方呢 他一直没有打断 这个薄熙来被告 以及这个辩告 这个辩护律师 为他做的详细的 这个辩护 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 这个薄熙来 他也感受到 他不是自己有一段话吗 他说中国的这个 这个司法设计呢 是让这个检方 和这个控方呢 之间是有一个 相互制约的 可是呢 他说这样的话 才能够防止冤假 错案的这个发生 可是他有没有想一想 当年就是在 他的领导下 在这个王立军 直接的这个指挥下 重庆这个严重违反 法律的这个方式 大规模的侵犯人权 一共打了五百多个啊 所谓的这个黑社会 这个组织 把很多民营企业的 这个老板的这个财富 就这样的这个平白的 就这样把他们没收了 那么他们完全没有提到 但是他们现在成为 接下之求 我不知道他们 稍微有没有多少 有一点点的这个反思 因为博世来也说了 他说他对党对民 对人民 他说他他他认错啊 他只认错 他不认罪 那么另外呢 这个王立军本人 也没有谈到 他当年这个 作为重庆公安局长的时候 所指挥的那个 大规模的这种 违反人权和这个 而且即使是按中国的法律 他们也是违反法律的 一个李庄事件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例子嘛 这些他们都没有谈到 不过我想也很明确的 就是中国方面 这个司法当局呢 他们是把薄熙来的 这个政治问题 跟他的这个经济问题 是分开的 而这个重庆的这个 上红打黑呢 它是政治问题 而不是经济问题 所以在这一次的 这个审讯当中呢 没有出现 重庆的这个 打黑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起诉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出 这些问题 韩博士 刚才何亮亮先生提到说 在这个博案的审讯中 这个程序正义方面 是得到了 基本得到了保障 您的看法呢 我不同意 我不太认同这个 这个说法 首先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一个几个关键证人 这些关键证人 都不是出庭来作证 都是通过视频 或者通过文字证词 提交 来提出这个证词 这个就让被告和辩护人 没有机会 对他们进行盘问 进一步搞清这个真相 无法进行对峙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 正当法律程序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怎么能够讲 这个司法正义呢 另外我就前面提到 用家法代替国法 这个搞法 也是极端极端的错误的 过去我听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 经常包括我从小长大的 这个朋友 就是因为在双规期间 被打成全身打的 这个骨头为打断 肋骨打断 背脊骨打断 在审判的时候 他把自己伤疤 全部捞出来说 你看我是被他们 这个略律酷刑 逼供才这样做的 那法官照样判他13年徒刑 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普遍 用家法取代国法 这个是不是一个 正当的法律程序 好 谢谢韩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 空中的这个张教授 张教授 你好 我是宇宙 那么我想问您 就是说 在这次的审判中 薄熙来在最后的结语中 就是又讲了一下 一句话 就是说我 对不起党 对不起群众 那么这么一个说法 是不是落入了 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审判中 这官员们向来就喜欢 这个用这个方式来 就被告吧 可以说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对党的这个忠诚 这么一个俗套 那么您怎么看 这么一个做法 像陈良宇呢 也有过类似的这个悔悟 他说我对不起党 对不起上海人民 那么对不起家人 您怎么看呢 我想啊 大家还不了解 中国的他一些组织程序 中国对党人干部犯错 我首先又用党纪的要述他 用在党内的以细地 对他进行审查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 那么经过纪律审查之后 如果任务没有必要提供法院的 进行法制的话 那么就给予党内的纪律处判 如果认为他有犯罪 应该提交法院的时候 再提交法院 我方在非常同意 何亮亮先生说讲的 这次不是政治审判 而是一个法律审判 那么刚才您讲的这个状况 我认为可能是由于外界 对中国的这种 中国共产党 他管理他的干部 怎么管理 那么在管理共产党当中 什么样的要进行法律审判 这个程序还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这次审判的时候 是我们看到他审判的 都是些刑事方面的问题 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问题 因为那个属于党内的问题 至于伯熙来 陈良宇 他们之所以要讲那些话 就是因为原来他们是一个党的干部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干部 他们还要表明 自己是对党是忠诚的 没有承认他对党犯了罪 对人民犯了罪 他是用一种这个负义顽扛的一种 态度的一种表示 所以这个在法律上 他并不成立的 那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要根据事实来定他的罪 定你是不是有罪 所以整个在法的这个审判过程当中 一直到这个一审听审 都没有说 薄熙来你犯了什么罪 没说他那是三项罪 那三项罪是检方 也就是控告方所提出来的 这个需要合议停合议之后 在进宣判的时候再定 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呢 都能看得出来 中国的他的这个法律程序的一些特点 外界人呢有些误解 以为中国就是加法代替法律 我认为这个看法呢 应该能够再重新这个审视一下 好 谢谢张教授 谢谢张教授 接下来我想我们请问一下 这个何亮亮先生 我们看到 何先生我们看到呢 在这之前几年前呢 薄熙来呢是非常的赞赏 这个谷开来 他曾经在多次的公开场合 都表示说他非常赞赏谷开来 为了他放弃他谷开来 自己的这个律师所的事业 那可是这次呢 在庭审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薄熙来是指责谷开来 就有精神病又说他是吸毒 是疯女人 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啊 我认为这是薄熙来 他到了绝望的程度 他知道他肯定要是这个判重罪的 要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增长 这并不表明他这个强大 而且一千多个罪证都摆在那里 至于说他这个在辩论的时候 看看薄熙 那么这个控方呢 并没有跟他一样的 那么不过他 而法官也没有阻止他 那就那你就说吧 那么最后怎么定呢 那还要靠事实 所以这个法院呢 把一个一个的证词 和王志军出庭作证的各种材料 都一一展示 而且在这个博客上呢 是也都发表了 让这个观众们呢 来进行监督和审查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之后 经过充分听取了 不起来的声明之后 再把控方的合起来 以证据来给他定罪 所以这个定罪怎么定 现在还正在研究当中 这没有最后定 谢谢张教授 我看到从这些方面来看 如果说这是以加法代替国法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偏见的 好的谢谢张教授 张教授 那么时间关系必须得打断您了 对不起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尹博士的 韩博士 就是博谢来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曾经希望保留党籍 那么保留政治生命 那么您现在看的 他是不是已经绝望 因为他开出党籍了 我觉得不会是绝望的 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表演 就前面他们提到 故意的要把这个事情 这个博恩案审判去政治化 那么在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 那中共中央的这个 并不是完全去政治化的 那么从文家宝谈文化革命 否定重庆模式 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定性为 政治性的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呢 他做了一个转向 就是要把这个政治问题 法律化 甚至路线斗争问题 把他技术化 这是中共的一个策略 但是博谢来这一次呢 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 他是非常专业的 他一个一个问题 从外围的这个 来把这些证人的证词 一个一个的把他 把他们 对 击破 把他们这个 他们比如说他们撒谎啊 或者他们人格的这些问题啊 他非常专业的 来做的这个工程 就是说很 作为我作为一个律师来讲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专业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最大的失策了 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 引向政治 没有把它政治化 那他陷入共产党 替他设置的这样 那个刑事案件的 那样一个模式之中 那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多人通过这次审判 反而更相信薄熙来 而不会相信共产党的这个东西 你看过去 斯文邦审判的时候 大概是恐怕上亿的观众 去看这次的这个 这个看那次的审判 这次只有几十万人的去参加微博 为官 是 那么大部分的观众像这个 我看媒体采访的 都对这个东西兴趣不大 觉得好像已经是设置好的戏 但是这个戏中有戏 所以那您觉得这个 这次的审判是中国法治的倒退吗 我觉得就是不能说是前进 但是呢 我还是看到一些进步 我同意他们谈到 就是说审判长的这个 跟过去斯文邦那个时候 比较起来 他已经相当专业了 那么有些一个程序上面 我觉得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是一个小的进步 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他基本上我还是那个观点 在法律上面应该是人人聘的 但是呢 他把他用家法来代替过法 国家的法律 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 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应当要走的这个道路 如果是要真正上 走向法治国家的话 你应该按照正当的 法律程序来进行 我觉得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没有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 在重庆 你要在重庆几个大的广场 去看看 薄粉非常非常之多 好 何亮亮先生 您对台联潮博士的这个 这个谈话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韩博士说的这个 这个加法代替国法呢 它是一个方面 但也没有完全代替 我想韩博士应该也注意到了 薄熙来在审判的第一天就翻供了 就把他给中纪 就中纪委在跟他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啊 那不是审判 那是调查 是询问 那当然也是 他就他就翻供 他就把他在中纪委面前 这个曾经承认过的事情 他全部就翻供了 那么所以你看这个法院并没 虽然这个翻供对他这个刑期 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帮助 但是也可以看得到 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加法跟国法 还是有不同的 中纪委的这个对 薄熙来的这个讯问啊 你说审问也好 那是完全不可能公开 是吧 他们也不敢公开 但是那毕竟还不能够代替法律 换句话说 他有加法 他首先是加法 但是加法 还不能够代替国法 否则的话 他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济南 要审他五天呢 而且这五天里面 这个薄熙来可以说是畅所欲言 但是我想有一点大家应该知道的 薄熙来和北京之间应该是有默契的 我的推测这个默契 就是他们双方都不谈政治 北京不让他谈 他也不愿意再谈 因为他已经是阶下之求了嘛 他怎么可能再去谈 他这个 他想要夺取这个最高权利 他跟这个其他这个高官之间的这种来往 他不可能谈 所以他现在要剩下谈的 就是这些 看起来是很琐碎的这个事情 这个五百万元的这个工程款 法国尼斯的这个别墅到底是属于谁啊 这个薄瓜瓜的这个 信用卡上的这三十多万元 是这个徐明帮他这个 就帮他这个支付啊等等 但是这里面列举了这么多这个细节呢 其实还是可以使我们看到 中共的这些高官 他们无法无天的那一面 还有这种全权交易的这一面 韩先生可能不了解 其实中国大陆的民众和官员 非常关心这个案件 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被省了五天 而这五天里面 这个公诉方面的这个提出了 这个大量的这个证据 而薄熙来本人呢 逐一的这个反驳 薄熙来这个辩护律师呢 也逐一的反驳 把这个证据里面的很多矛盾 这个地方都走出来了 虽然这个辩护也许不能够帮助薄熙来 减少他这个刑期 但是毕竟是人们第一次看到 一个前政治局委员 当他在做大连市长的时候 做辽宁省长的时候 到双务部长的时候 一直到他做这个政治局委员 兼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的 那很多无法无天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内幕 就通过他们相互之间 这样咬来咬去啊 这个都显示出来了 所以各方都在做自己的这个解读 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或者你怎么评价 这个事情 他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政治生活 他对中国这个媒体生态呢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另外有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这个案子啊 他现在的这个 从目前来看的话 何先生因为时间有限 在场的 在场的韩博士有不同的意见 想表达一下 我们只有最后的40秒 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刑诉法 中国刑诉法规定 54条规定 只要是这逼供性 这个提供的证据都是非法的 那么但是呢 同时呢 中国的最高法院95号文件呢 说凡是中纪委提交的证词 都是可以盛唐的 可以做证据的 不管这个这个证词是逼供性出来的 还是什么样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讲来讲 这样的是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 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 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观众朋友 博案呢 暂时谈到这里 请不要离开 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 薛蛮子涉嫌嫖娼遭刑虚事件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